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焦亚太裔女性 纽约皇后区逆建赌场 遇到亚裔青年的反对 亚裔美国人历史研究项目获得投入 亚裔商业人士反击右翼媒体指控 亚裔母女关系畅销书《妈妈走后》将拍电影 哈佛大学今年录取亚裔美国学生创纪录 根据纽约州议会的一项法案 该州可能成为最新一个加入类似行动的州 即禁止与敌对政府有关的公司购买农田 提案者民主党议员Angelo Santa Barbara说 在与间谍活动相关的国家安全担忧中 重要的是美国不允许像中国政府这样的外国对手 继续购买大量的农田用地 除了中国还有俄罗斯 朝鲜 古巴 伊朗和委内瑞拉 据统计在美国已经有十多个州做了类似的举动 根据联邦数据 截至2021年 在所有外国投资者控制下的美国农用土地当中 中国投资者只占约1% 共有62%与这五个国家相关的个人和公司控制 加拿大 荷兰 意大利 英国和德国 他们都是美国的坚实盟友 众议员Dusty Jonathan说 食品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能够对欧洲 施加不当的影响 因为他们向欧洲提供了如此多的天然气 同样 如果中国控制了南美 非洲 东南亚 甚至北美的粮食供应 那可以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控制力 进入4月 MSNBC电视台推出系列访谈 文化视野里的亚太裔女性 迎接即将到来的亚太裔文化遗产乐 首批受访者包括韩裔作家 明珍利 青春变形记编剧Julia Chow 前希拉里竞选团队助手Huma Abeddon 以及Rest的总台Amanda 他们畅谈了关于情感关系 为人父母 职场斗争 以及在这个时代作为亚裔美国人等话题 该特别节目还独家采访喜剧演员和活动家 Marguerite Chow 本节目系列致力于突出少数族裔背景的女性 包括黑人 拉丁裔 亚太裔和原住民女性 前两部黑人女性和拉丁裔 于去年夏天播出 而另一部原住民 定于今年夏天播出 纽约华裔青年组织者 Katelyn Mui 及社区成员召开新闻发布会 抗议关于在当地建设赌场的议会法案A5688 他们以流离失所 中产阶级化 和普遍存在的赌场问题为由 认为赌场会伤害当地的亚裔人口 赌场地点靠近当地的法拉盛 唐人街社区 只有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他说许多亚裔美国人 尤其是移民 很容易染上毒瘾 而且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青年组织者们称 此举以牺牲我们的社区为代价 是对社区的剥削 组织者之一 Eno Chen说 在法拉盛 许多华人已经在贫困中挣扎 赌博是应对的问题 家庭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 创伤 财务状况 和移民失去归属感的一种方式 这个赌场很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科学研究反映了这些担忧 表明靠近赌场会恶化赌博的习惯 根据布法罗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 居住在赌场10英里以内的人 患赌博问题的风险明显更高 研究人员指出 对于生活在弱势社区的受访者来说 这种影响会进一步地扩大 此外 中国移民已经成为 纽约市博彩业的明确目标 纽约市此前曾就这一问题报道说 法拉盛当地的华人 是铸造赌场的主要推动力 社区成员的另一个主要观点 对亚裔传统和低收入社区的干扰 组织者表示 赌场会继续提高租金 将当地人拒之门外 并迫使小型企业倒闭 以及带来更多的经济困难 暴力和犯罪 无家可归等问题 在亚特兰大社区亚裔美国学生 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佐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的 两名教职员工 获得了5万美元的资助 用于一项将亚裔美国人历史 纳入该州学校课程的研究项目 包括亚裔美国人历史上 多样而丰富的历史 研究者之一 社会研究教育学教授 Soul Huyn表示 教育是停止对亚裔美国妇女 老人和学生的仇恨的关键 如果我们的学生 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 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就不会将亚裔美国人 视为外国人 或对国家的危险威胁 另一位研究者说 最近几年仇压事件的增加 对亚特兰大的亚裔美国人社区 造成了伤害和削弱 但也促使家长、学生、教师 和学者站起来 要求种族歧视全民学习和教育正义 另外在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 图书馆员获得了1万美元的资助 来创建关于圣路易斯地区的 亚裔美国人历史的网站 供东亚和中国研究的庄旺 将利用这笔资助把圣路易斯 亚裔美国人的图片、地图、视频和叙述故事 数字化 并将纳入将于12月推出的在线项目中 一个交互式的地图将突出 显示二战之前的亚洲历史 以及亚裔美国人在战争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遭受的歧视 并讨论该地区的亚洲权力运动 和帮助建立圣路易斯基础设施的 著名人物 王说 该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学习历史 并与之互动的平台 并更好地了解种族和文化的交叉点 随着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又一媒体每日来电的 一项导向性叙述也屡见不鲜 某个与中国有任何联系的华裔 包括台湾裔美国人 可能正在从事一些非常不美国的活动 这种叙述的把镖 主要集中在政界和商界领袖身上 但一般民众也未必不会受影响 三月份以巨大的危险信号为题 该网站指控拜登提名的驻印度大使 Garsetti与中国的情报组织有关 在其后叙述的报道中又进一步说 支持这项提名的七位共和党参议员 都跟中国情报组织有瓜葛 与报道相关 Garsetti于2014年创建了一个慈善组织 当地企业家和慈善家 Walter Wong先生向该基金捐赠了大量资金 2020年捐赠100万美元 以用于帮助在大流行期间失去工作的贫困家庭 如果每个与中国官员合影的华裔美国人都是可疑的 那么你就是在谈论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人 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吴华阳说 去年12月 这位在底特律出生的美国华人 百人会成员也被每日来电 寒沙摄影的指控受中国的影响 据洛杉矶时报的受访者认为 这篇文章是为抹黑政治对手的有毒运动的一部分 将麦卡锡时代的恐红症与反亚裔种族主义结合起来 每日来电网站由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共同创立 讲述亚裔母女关系的畅销书《回忆录妈妈走后》 将改编为电影 含义作者、歌手Michelle Zahner 由同样生长于两个文化冲突的亚裔导演Will Sharpe指导 这本书由他最早于2018年发表在纽约课上的 一篇同名纪念文章拓展而成 讲述了他在俄勒冈州的学校里 作为少数亚裔美国孩子之一的成长经历 书中谈到母亲不仅自己一丝不苟 对他的培养教育也苛刻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 在他苦练吉他想成为歌手 并在小型演出中获得成功时 母亲却泼冷水地说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放弃这一切 但在他25岁时 母亲癌症去世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并认识到了母亲赋予他的品味 语言和文化熏陶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接纳和内在的整合 回忆录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各种韩国特色的食物 很多美好的回忆都跟特定的食物联系在一起 作者写道 食物是母亲表达母爱的重要方式 这也是亚裔文化的共同特色 哈佛大学今年录取了创纪录数量的亚裔美国学生 在上周发布的新生分类数据中 哈佛透露约30%的申请人是亚裔美国人 比去年的数字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该大学招生办主任表示 亚裔申请人比例逐渐上升 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报道援引专家看法说 一方面这是因为全社会的亚裔人口逐渐增长 另一方面也跟校友子女优先录取的政策有关 但这位专家马里南大学研究高等教育 种族平等的副教授也表示 与亚裔人口增加相比 拉丁裔的人口增长更明显 但没有反映在录取数字的变化上 他还提到了该大学的高学费 以及对录取运动员的重视 他说这往往有利于白人心生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